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左边就是污水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弹车公园 这叫金陵小月 转了一圈过来是侧蓝 今天是第一次好好的体验 你们好好的研究研究 怎么一次性成功 我带你们做现场记录 看哪个勤快 看哪个偷懒 这是补偿国家售价公园 OK 很棒 哎呀 我太聪明了 半个小时的研究和操作 终于达成第一个形状 2022年的9月29号下午的16点18分 我们是在普堂封顶度假区 那么我们是用了这个 用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是用这个滴滴的这个木 贴木去搭建 因为在之前看了一个网络上 怎么去搭建 我们用了半个小时去研究 研究这个杆 研究这个地绳 包括地钉 怎么去配合大成这个样子 这边的角度就很好 那边就太斜了 这就是隧道型的 那个杆 就是这样子的 力量用不起来 绳子都是很讲究的 你干嘛要拉着呢 我放着也行吗 不行 放着那个来 失去这边它这个力度就要大了 这个是广式型的 整整又用了半个小时 现在就已经形成了 我们呢开始要增加内容了 现在看他们在干什么 这个是扣 翻过来扣啊 你们注意手啊 因为这个不 搞成了我买奖励你们啊 好 做好了我发东西给你们吃啊 自来水 带来可以洗手啊什么的 很方便的 一龙头 那好好洗手啊 等一会我们还要慰劳慰劳它 这个花花虫呢 也来给我们参与了 来来来 我估计这种情形你是经常 也没有 今天跟着需要民一起 就是体验一下这种所谓的户外 帐篷啊 就是说这个天幕 我是第一次在这个尝试的 第二次搭应该快一些 而且会搭的更好一些 今天我们虽然帐篷大起来 但是不是很规则 绳子长的长 短的短 东西整个 那绳子扣 还有绳子 怎么扣过来 都会想 对 对 所以呢 怎么利用它这个 绳子一定从背上 背上走 来轮流到这来 进行享受自然的一种的尝试 一种探路 所以同学看了视频以后 你要知道 下回可能你就一块来了 哈哈哈 为什么 每次来 这我们也考虑 因为下次来可能有两辆车 对 要几个人合适 我们像这个空间 我们就心中有数了 对不是啊 像轮流的话 大家都有机会来的 挺好的 我也觉得下次呢 我们同学来就是每个人 就是我们建议啊 就是说以后就说搞这种户外的这种 活动 就是大家每个人 显示个人的这个手艺 每个人带一样过来 你有本事的带两样 没有本事的 你就带一样 我们大家一起来 品尝一下每个人的手艺 这种大家聊聊 挺开心的 我觉得啊 比如在饭店里面吃一餐饭 从经济角度上面 要实惠 再一个就是那种 就是时间概念 时间上面 我们是在首要 要么你在饭店吃饭 吃一会儿 就要赶紧走了 他服务员要下班了呀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 感觉不一样 一个大自然 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空 对大自然 就有点那种 在野外活动 天然养疤 对对对 那完全是两种 对这个要感谢 徐小明夫妇两个 就是找地点 提供了这个工具 虽然我们 我跟王夕两个 来在这家吃啊什么 我们只是出劳力 说实话 真的我们也体验了一下子 对对对对 感觉还是蛮好的 反正我感觉 在那个饭店里面 总之是跟着徐小明 嗯 就能够 朝前跑 朝前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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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到这年纪上 同样大家在快玩 徐小明 徐小明接收新事物特快 对对对对对 对吧他特别快 接收了新事物 完了以后呢就是 哎马上有什么新的东西了 我们就能享受到 对对对对 是吧 嗯 这个点心水果 这些呢都是我今天早上和昨天就开始准备的 那么为了新鲜一点 这个点心呢 我是用减水泡 清水泡 洗了以后呢 再给它放在干净的布上 给它晾干的 否则它水也汪汪的容易干 会容易坏 这个水果呢 我是提前出门半个小时才把它去好 去好以后呢 我还用冰块冰袋 给它装在那个保温袋里面来的 所以呢 你们三位农民工呢 虽然辛苦了 但后面呢 有享受的 应该心理平衡了 对对对 平衡 多吃一点 咖啡的是徐小明做的 这不是我做的了 我也要享受享受了 咖啡好 咖啡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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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次搭帐篷呢 有一点点陌生啊 但是呢 搭完以后 坐在这里 对 确实有种享受的感觉啊 所以我们首先要 要向你表示感谢啊 多带着我们 太好了 多带着我们 多带着我们进步啊 多带着我们进步啊 老的老的 我们应该享受进步 你看这个时候 这个光线 这个地方是哪地方呢 这个地方是葡萄 国家 度假公园 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户外 搭帐篷的地方 东方洪水库 哦 哎呀 哎呀 香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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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那个 就是求生菜 求生菜 我在家洗过冰凉的 我放到那个冰袋里面了 放冰袋里面了 因为这个东西呢 就是稍微热一点 洗过的它就会生黄锈 哦 甚至黄锈不就不好吃了吗 所以呢我就把洗干净 把水沥干 下面呢铺了一层厨房纸 嗯 上面又铺了一层厨房纸 还不能用塑料袋 塑料一五黄了 哦 我们就用这个 它透气 你看 带来以后 特新鲜 是吧 特新鲜 还变绿的 你看 这个是做的那个北海道 北海道 北海道 明明知道北海道 对了 它为什么要北海道呢 它跟你讲实际上就是土司 土司 但是呢就是日本的这种生土司 它里面放了那个奶油 完了以后呢它是按照道理过去呢 是讲北海道 它那时候配的奶油 它是日本的那个北海道那一块的 哦 所以叫北海道 嗯 我们现在在准备做三明治 是 然后我这个操作为什么啊 这是我师父先叫先 我先学 先叫先卖 我师父讲呢 要把这里面这个汁呢 搞出来以后 加在那个面包里面 三明治面包里面呢 就不会烫烫水也 躺在到处都是的 哦 就是蛋黄酱 嗯 里面配蛋黄酱 这个是这个三明治里配蛋黄 这个蛋黄酱 就是大家吃的时候 那个肯德基的汉堡 里面不有的白酱吗 嗯 就是这个 哦 现在正在看落日 看落日 嗯 今天这个落日确实还是真不错 嗯 嗯 因为感觉今天我们碰到一个好天气 好天气 对对对 嗯 也能看见天呢 也算是满蓝 泼汤国家度假公园 现在是要 现在是做三明治 嗯 操作的过程 嗯 配原料 是蛋黄酱 蛋黄酱 蛋黄酱 哦 这个第一个是光柳子的 哦 那不行 那还差一片 好 还要铺一个 这呢 这是我那个 煎的那个荷包蛋 荷包蛋 这个细的 荷包蛋 哈哈 哦哟 荷包蛋 你看 哎 是这样的啊 荷包蛋 哎 先不放 荷包蛋 这已经三层了 再放一片西红柿 西红柿 放一片西红柿 好 这西红柿好吃 不酸 快快 哎呀 这西红柿好吃 这 完了以后呢 就是还要这样 我觉得这个虾荷包 你带回去了 哎呀你都出来了 还带回去了 好像有点吃不过来了 感觉 我来了 我来了 那每个人一个盘子 放在盘子里 这样的 这样切呢 不碎 不碎 哦 放在盘子里 这就是绝窍 看到吗 哦 是这样来的 哦 哎 哎 很好很好 看来不变了 三明治 看看我们是发气氛的 有话 这个蜡烛啊 不是真蜡烛 而是点电池的蜡烛 要告诉各位的网友 注意 一定要保护环境 不要点蜡烛 不要点蜡烛 注意 也要不要点蜡烛 能蜡烛 也要不要点蜡烛 能蜡烛 看到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